其实对我而言 听不听是我家的事 我也不会受到社会压力 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俩意见不同 那这是我的中性行为 你不用来管我 我没有伤天害理也没 你干嘛来劝我呢 所以我常常的态度 我都是面带微笑说 好好好 但你知道我心里想的就是 我虚心接受 我坚决不白 这一趟你看了之后 或是到你很多国家去看了之后 你对于小熊的这一些教育态度 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实我本来对他的教育态度 就叫做没有态度 就是很放任 我看到 他是个好快乐的孩子 对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小孩小的时候爱最重要 那如果他成绩不好 我其实是阿德勒心理学的 那个景仰者 只有一件事情 我简单的把 我的好处是可以把学问 讲得很肤浅 也就是说 小孩的中性行为不要介入 什么叫中性行为 成绩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别人 你说不会 所以成绩好不好是中性行为 那你兔痰在你身上是不是会影响别人 这就不是中性行为 所以我管的是他的非中性行为 至于呢 对不起 我一直在心理学博士面前 至于他是如果说他成绩不好 或怎样 他没有影响到别人 那是他家的事 所以我没有陪过他写功课 我都在旁边做我的事情 那除非他来问我说这个字有本写 然后我不看考卷 就他考几份他的事 哇 所以不管他考几份 就算很成绩很差你也无所谓 我其实有深呼吸 因为你是一个书卷奖的人 什么都考第一名的人 我在念说我从小第一名 我年练北一女的时候你去查 我是全校的那个文理组 一千多人 我是 我不是我们班第一名 我是北一女第一名 所以我在想出 但是后来也这么没出席 都要看破了 你觉得小孩 你到底哪里没出席啦 我生气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做一个我想要的妈妈 也就是事实上 假设你是从小给我爱的 我其实长大之后会经过比较少的坎坷 而如果你说优秀 我也一样会读书 那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我觉得小熊功课真的普通 大概跟他爸差不多 对 有经被搞到新的 被cue了 他无所谓 那所以就说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了 对不对 你也看过很多人念了台大啊 对不对 也不怎么样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所谓优秀的路 你都经历过了 是啊 我们台大法律系 对不起台湾这么久 对不对 你觉得他们很优秀吗 好中肯 我当时很好讲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而且我真心的很喜欢的 不要再讲碎这件事了 不不不 不会 你放心 我在想 我一路看着他这样子 往前一直前进 我在想说你哪个时候会停下来 死的那天 他永远不停下来 他永远不停下来 等我无法呼吸 所以我现在最怕的一件事叫不能动 我觉得人不要得痴呆症跟怕金森症 就是你一定要像刘其伟那一样 有没有 或王永庆 到93岁的 在死的前一个天 还在计划明天的梦想 这不是很完美吗 对不对 所以你不会 不可能是停下来 但你也不会把脚步放慢 有人会说可不可以慢一点 对啊 因为很多人跟你讲过对不对 对对对你 完全了解 别人很多人就跟我说 你这样不会累吗 我就不会啊 比如说你跟我说跑拳马 我跑完拳马第二天我还在营作逛街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你的累来看我 当然 还有写稿对我而言 其实是当我喜欢写的时候是蛮容易的 那你不能觉得说你一天写那么久 你要花8小时也许我花的是50分钟 8分钟是神经病 过动而的命运就是要不断的过动 一直动一直动才有存在的价值 就像我不能洗碗跟扫地 因为那个重复我受不了 我老公接受就好了 虽然我们派别不同 你是佛洛伊德我是阿德勒派的 但这跟中性行为一样 很多人会给我很多劝告 其实对我而言 听不听是我家的事 我也不会受到社会压力 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意见不同 那这是我的中性行为 你不要来管我 我没有伤天害理也没 你干嘛来劝我呢 所以我常常的态度 我都是面带微笑说 好好好 但你知道我心里想的就是 我虚心接受 我坚决不改 而且你还会诅咒他不是吗 我不会 其实在这个年代 你要坚定自己很重要 因为现在网络化时代嘛 太多酸言酸言 你不能打开每天都看到 谁说你你就摆到那里去 李老师你看你怎么来面对呢 我是大概里面最年纪最长的 我觉得人生就这么一辈子 那么成功以否有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我觉得活到觉得自己快乐跟满足 那么即便你没有那么耀眼 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多 多多样的学习跟成就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真的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成就 可是你对于你目前的现状 觉得是OK的 是好的的话 那么珍惜这样的事情 真的 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 去争取也很好 可是另外一方面 真的 你的看破也是有道理的 也很多人 对于可能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 他就说我真的今天很振奋 我很想做很多事情 很想像戴露锦一样 我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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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想跟做中间是有一些距离的 很多人会来问我说我想要怎样 可是 对对可是 万一我想投资什么万一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那你觉得那越南的政权稳固吗 我说你问上帝啊 我问你谁觉得他稳固 那你问蔡英文他稳固吗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事情会只有 很多人会说因为口袋没有你那么深 所以他不敢 所以没有我刚开始口袋也不深 现在更浅嘛 那怎么买太多 这个赚赚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人生其实真的只有一次 那对于我而言 与其望着那个滔滔江流 我如果不下去游泳 只是一直在这里怕沾湿我的脚 我会觉得辜负 那你达到你的眩晕 不好意思 我想我的新闻全世界都知道 我老公帮我签过放弃治疗的证明书 我度过了地狱般的日子 比如说为了我要一个小孩 但我这个人个性很濡就是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我不会回头的 我就是 我觉得我追求就是我的中性行为 我想要那个美好人生 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一些女生真的很奇怪 要做什么还要东西 我老公又不赞成 或什么又怎样 你要不要把握你的人生啊 然后你不要说自己想要做又没做 结果人生走到了70岁 连一分钟 听说死前可以放电影对不对 连一分钟都没放完 自己就觉得说 哎呦真的无趣 还看到空白的影片 然后你就跨点了对不对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你不需要像很伟大看齐 但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件事 就先开始做一件 我本来不会去做的事 甚至换一条比较远的路走 回家也可以 你要尝试第一步第二步 然后你在言辞中避开 但是可是 万一 你可不可以说 只是 那你可不可以说 我真的想要 如果你敢对自己这样说出来 我相信其实你没有心魔 何况你知道我们正惨 我们不年轻了 那有些人很年轻 其实当你年轻又一无所有 本来就没钱 请问你怕什么损失 所以你更加是拥有了全世界 你是什么样来累积 你这么惊人的财富的 对 你们真的不清楚 到底我有多少钱 你是开始的第一个职业一样 跟那个林昂老师一样 你选择是写作 当时你是刻意想成为一个作家 因为 因为我没有办法不选择写作 我觉得我是被选择的 虽然就算我注定是个三流作家 也没关系 我就是喜欢写 本来是一流上销作家 对 无所谓一流上销作家 可能是世界三流作家 这个我都很看破了 但是我就是要写 你看现在书卖这么不好 我都还在写 难道是为了赚钱吗 没有 因为已经看破了 已经看破了 对 所以有一次我去理财演讲的时候 我买了100本送给我的听众 哈哈哈 不过 我说真的 我以前也常常被骗钱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文青的毛病 就是钱不是掌握在我手里 我常常觉得这个人比我会理财 然后就交给他 后来发现说谁都不可靠 所以我当时去念台大EMBA 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是 我是去学理财的 我选了商学主 就后来才发现说 EMBA不交理财 可是我跟财经组的同学很好 对 我财经组 对我就去慢慢的去研究 所以后来我们财经组同学说 我觉得你的脑是应该来我们财务金融才对 因为我后来发现 的确我已经毕业12年了 我发现财经组的同学理财都失败了 哈哈哈 你在讲谁 但是我完全遵循着一个波道跟理论 也就是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做电视嘛 还有在写书嘛 其实能够花的钱 老实说有限 那用掉的其实旅行我也照样 南极是我跟他去的嘛 对我们两个 我一样都是去飞得很爽的 就是那种 可是 我后来发现人还是会到了某个中年 那我不是那种喜欢退休金的人 可是我喜欢雪球理论 如果你的理财 我只讲这句话 我的精髓很简单 好 鸡生蛋 蛋生鸡 对不对就这样子 那蛋打破了怎么办 蛋打 你如果有很多鸡 十个蛋 但如果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十个蛋里面可能会有八个也孵得出来 还有有些地方叫养猪 就是养套杀 那我可不可以更简单啊 我就努力的去巴掘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 我就京都可以住你免费的房子一个月 是啊 我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捷径的房子 对 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断吹了 你送饭过来吧 那蛋一姐今天在跑马拉松 来送了来送了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还真的万一你们以后 孤独中 你就知道 我问你你是不是相信我会养你 会 你看这些人就这么差 连吴若泉都相信我会养他 会会 大家不要再错过 他一直赚钱是因为他养好多好多人 因为他觉得我不忍心不养他 暴明专线在这里 但是也只能不要养 你看你解释了有几个名额 有几个名额 还有几个名额 你还想要报名 没有啦 你还有机会叫男朋友 我拨到 我还有拨到 你会做这么多不同的生意 难道赚钱是你的一个乐趣吗 赚钱的确是很有趣 在一个商业社会 如果你赚不到钱 代表你某方面的失败 我就赚不到钱 你赚得到钱啊 你有名誉啊 我去看他拿书卷奖是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我的自由挑战 常常for nothing 就好像我跑去上海念书的时候 一刚开始我们那个同学 他是在那种资讯公司 你知道那都很骄傲的 华尔街的那种资讯公司 他一来看到说台湾做教授 我小时候读过你的书 然后接着他就问我说 请问你是考进来的吗 我那时候眼睛已经 挑战他的 后来我就变成一个A主义者 然后最后呢我就把一堆A 秀给他 寄给他 他说戴玉姐我知道错了 这辈子我都会请你吃饭 我错了 我错了 就是要他这句话 刚出去日本买房地产的时候 我记得蛮早之前的 其实我只要逻辑正确 我都不怕别人说不对 我记得是2009年的年龄 2009年十年前 是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引起蛮多人讨论的 对我还 因为我其实不想要公开 只是因为那时候 我一个日本的仲介朋友 他想要做生意 他就说我是他的客户 这也是真的 那后来 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饱受嘲笑 大家觉得说日本什么 反正你现在看到什么新闻 我可以跟你证明都是假的 但是日本大概 最后也只会剩下几个城市 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陆同学 他会跟我说 我也有投资 我说你投资哪里 他说北海大陆 我说那不叫投资 然后我就走了 意思就是说 他人口老龄化 最后只会剩下几个城市 比如说东京 大阪 京都 顶多到福岗 那其实我老实说 日本在人口红利走到1996年 是已经死亡交差 就是老的人比新生儿 比年轻人多了 台湾是2015年 大概也走到这样 所以将来的20年 你从日本的区限看得很清楚 房子会叠价 土地也会叠价 然后如果你的经济再不加强 一个地方只要 我觉得我的逻辑很清楚 只要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让你赚到钱 这个地方的地价跟房价 就是完蛋的 你觉得对不对 所以东京没有跌很多 也多了 可是其他的地方 你知道像那种 那个什么别墅 清景泽 本来一栋在96年 一亿日元的别墅 在我09年到的时候 有的200万要让给我 我没有买 为什么 因为它的变动成本很高 一亿到200万 对但你不要买 我曾经差点买下什么 我之前老实告诉你 因为我没买我才能告诉你 OK 我差点买下一个世界的三大 不知道几大夜景 日本三大夜景 韩馆 韩馆三饭店 他当时拿来给我的时候 大概 拿来 他拿来给我的时候 那个 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快走投无路 而且是在大地震 震灾之后 根本没有人在东京买房地产 现在到处都是 那韩馆三饭店有200多个房间 他拿来找我 他就说 这个东西 吴小姐只要一亿 然后我 一亿日币 一个饭店 台币啦 你现在不要问我日币台币 反正才差 反正就是一亿啦 反正就超一亿 一亿美金啦 对 没有不到美金 反正我现在讲的 我不能讲太清楚 反正不是一亿台币 大家自己听懂 但是200多个房间 用这个价格算是非常便宜 很便宜 对 然后后来 你知道还好有那个商学院 然后而且 这个饭店还在经营 然后也有人 就经营者要退出 那owner可能 你知道 日本因为遗产税贵 所以要告老还乡 他希望我接手这个资产 然后已经有人要来租了 然后就跟他说 吴小姐 那个8%是办不到啦 但是如果5%什么可以啦 我想了三天 因为我实在 你知道人有时候 还是爱慕虚荣 世界十大夜景的饭店 无敌夜景 在这边 而且又有人租 后来我拒绝了这个case 你知道为什么要拒绝吗 因为在日本的租赁法里面 如果这间饭店需要所有的修缮 全部都是资方负责 你的你就算一年 假设1亿5%对不对 你一年拿个这个 1000 假设你一年收1亿5%是多少 1500台便好了 你拿到这些钱 不够你的修缮费用 而且他会一直一直烦你 后来我不知道那间饭店到谁手 但是我觉得拒绝他是对的 可是在331大地震的时候 我当场我的律师在日本 还好那次我没去说真的 他在签一个房子嘛 后来这个故事 会被某一位旅日作家 拿到那个财经杂志笑我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那间房子很赚钱 所以人要手信用 那是就311那天 所以你错过的那一间 他其实很赚钱 不是 我有买到 3311 我只能讲这一间 其他都我家 311地震那一天 我的律师在那边 签一间房子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他在哪里 然后当天我在台湾 我本来是要自己去 后来我有事没去 然后那个律师就 用发抖的日文跟我说 我们现在国家出事了 有地震了 然后你可以今天 我们可以毁约 我们不要签了吧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吗 你知道我宜兰人吗 然后我就大笑两声说 哈哈我们宜兰人 地震是我的摇篮群 你们在日本怎么这么脑种 签啊 哎呦 哇 结果我就签了你知道 后来我打开电视才发现 哇 地震 但是已经签了呀 但是那一张房子本来就有租 难怪日本人那么赶紧我们台湾 第一部分是你的贡献 我跟你讲 这故事在日本文化全部断的流传 那三个月内我跟你保证 只有我的案件是成销 我买了一小栋店面在前草 哦 现在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后来那个 你知道好心有好报 我是因为不得已而讲了信用 可是你可以知道 这间被那个旅日作家笑说 买那个店面以后会亏本的房子 不好意思哦 我们回本了 我们公司回本了 哦 其实是莫利的 所以我就说一人要讲信用 二子要遵守你的逻辑 不管任何天灾地变 不要影响你的决心 所以我非常讨厌 人家寄一个给我说 某财经专家说 这个有危险或什么 我说我不要看 除非他跟我说他 在这个地方他已经赚到钱 你不觉得很多人 根本在股票没赚到钱 听你说股票 在房地产没赚到钱 还在讲房地产 这世界发生什么事啊 专家分很多种 有一种是专门骗人家 不是说别人 我已经很诚恳的讲了 后来你又开始看越南嘛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非常佩服你 因为那时候你在讲越南的时候 你多人听到这个消息 但是你也有行动力 好几次的时候我问的 问耐露姐的时候 她就说她现在要去越南 你就去了 而且你真的是有斩获 越南人其实他也是儒家文化 就是他是一个家庭核心很强 人民勤奋 只是他们运气真的不好 整个胡志明市 平均年龄只有27岁 很年轻 你觉得现在能够怎样 大家都在成家嘛 跟台湾的那个二十几年前很像 他们人口红利如果要到凋零 恐怕要到二零四几年 五零年以后 这就是新兴国家的一个魅力 他是买房子 那时候是去越南的股市 我也是那时候去采访 你看嘛 然后采访的时候 那时候很有感觉 我要做个STAM嘛 然后STAM要做 诶 这边人很多什么下半时间 我做了半个小时 气得半死 都没有办法做一个STAM 因为下半时间人太多了 我不断被人群淹没 讲一半那摄影说 你头探出来 太出来没有办法 一堆机车小号车一直穿过 可是那一次我就很有感觉 这里的国家人口真是多 就是年轻的劳动人口 那回去我们资本有限嘛 就买卖股票 他就买卖房子 其实在越南 我觉得你一个人 如果你常常做商业旅行 你是要有一些直觉 像他说的一样 比如说每次 我到越南我也很怕 我一出门我都觉得 那车快要撞死我 有没有 过马路的时候 为什么还走在那里 然后外国人还跟我说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就是因为我不敢过马路 然后那车常常就到里面前 咻就撒了下来 但是走在马路上 还有车可能 常常可以把你撞死的国家 就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国家 我这样跟那个深圳的朋友讲 和北京的朋友讲 对对对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 你年轻时 台湾也是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你听说现在看好还有缅甸 对我觉得缅甸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 你看GDP 你看我都一直往上讲 因为它是我商学院的学妹 GDP只要超过3000块 这个国家3000到1万 是一个这个国家的 房地产的起飞期 这些都是租喔 那鸡就是那种 日本早已经破了三四万 这个人均超过3000 是啊 那人均超过3000 像金边那种才1000多的 也是长得乱七八糟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金边的房地产 很多就是外国人去买的 比如金边的房地产 我调查过80%外国人购买 胡志明的房地产 我调查过80%本地人购买 这才有街坛的意思 对还有1000多的缅甸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我非常喜欢缅甸 因为我很喜欢珠宝 我以前是做这个的 对 所以我对这个国家感兴趣 第二我认为它的回不去 就是它的经济非发展不可 然后越南已经狂涨了 其实缅甸现在还1000多 只是你资金要放很久 你放到它3000的那一刹那 你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 中国的GDP在3000的时候 你猜在什么 2006年 如果你那时候 在上海买个房子 现在翻十倍的 真的 有 可是外国人去那边 买容易吗 缅甸 容易 脱手呢 只能买全新的房子 我没有想到脱手 我已经说 那个资金要放很久 就是你要闭着眼睛放着它 利率可能也很高 要全额买 租金很高 租金大概 假设100万的房子 一年大概可以收到9万块钱 目前 9年 大概10年会回本 浩宜很爱看房子 然后去民间看一下 下次可以跟吗 哈哈哈 购屋团已经开始要成型了 没钱我不负责 没关系 而且我很怕的 不是 这个也没在怕 这也很会赚的 不是 我说我很怕别人带衰我 哈哈哈 你这样怕他怕 他怕你好不好 哈哈哈